徐扬说着脑海当中释放出了一道灵魂波动 再次召唤出了白龙 这小伙在看到面前这龙气十足的力量封印之后 毫不犹豫地张开自己的龙之口 一股极强的吞噬力将眼前的龙气封印 全都吞进了自己的肚子当中 而通过这样一个举动 白龙似乎也对龙王尊大概拥有的实力状态 有了初步的评判 怎么样 有什么想要说的吗 徐扬似笑非笑地看着身边的白龙 然而他的表情却十分的复杂 实力远远超过我 虽然他不像我拥有真正的上古巨龙纯粹的血统 但这家伙能够爆发出来的实力 却远是我无法达到的 这期间或许真的和兽王一脉的传承力量有关 你们一定要抓紧时间行动 我有一种预感 如果你们无法在双方开战之前 拿到这法阵当中充当力量核心的 兽王之地传承本源 那么接下来这一战 你们将会打得十分困难 白龙很少露出如此严峻的表情 这一点徐扬是知道的 可从他此刻的神情就能看得出 这家伙并非是在开玩笑 也从侧面印证着龙王尊 率领着的龙族 果然也对得起石王尊领袖种族当中最强存在的名号 不管他是龙还是虫 敢阻挡我们的脚步 他们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 在化解眼前这道龙气封印之后 徐扬带领团队众人进入到这山林深处 开始捕捉那一股力量本源的气息所在 只是让众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两界峰最深处的位置 竟然像是一个迷宫一般 内部区域拥有着数以百计的岔路口 根本让人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 锁定具体的力量本源身在何处 徐扬摇里摇头 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 这两界峰在很多年前 应该也有属于自己的高度发展的文明传承 只不过后来因为兽族的崛起 渐渐淹没了曾经的文明遗迹 看来这一关我们是要花一些时间了 因为这里每一条岔路 都不是能够通过气息捕捉来分辨具体的距离 只能一条又一条路走到尽头 才能够做出对应的判断 就在众人束手无策之时 那个从来不曾开口说过话的蒙面女使者 身上自然而然地散发出一道大红色的光芒 如同她红色的长裙一般 神秘而妖艳 这光芒似乎带给她一种特殊的指引 帮助她选择了其中一条 看似很不起眼的通路 徐扬和小花对视了一眼 果断带着白虎少年 快速跟上着神秘少女的脚步 果不其然 这丫头不知道是开了哪门子的窍 居然真的一次性便找到了化解眼前迷宫通路的正确途径 真的就帮助徐扬等人找到了通往中央阵法核心区域的唯一正确道路 我的天哪 你到底是如何做到的 这真的太不可思议了 难不成你以前来过这个地方 白虎少年莫名之间的一句猜测 确实带给了徐扬全心的思考 难道说这个丫头一言不发 也是有着属于她自己的难言之隐吗 还是说 真如这小家伙猜测所言 这女人并不是第一次来到这极北蛮黄的战场 各种各样的猜测出现在了徐扬的脑海之处 当然 眼下这些各种各样的猜测并没有实际的意义 此时徐扬最迫不及待想要做到的 便是取出眼前阵法中央这一部分传承之力本源 走出了迷宫范围之后 眼前传承本源的精华已经彻彻底底的出现在了徐扬等人的面前 值得一提的是 龙族龙王尊所拥有的这一部分传承之力本源 没有被吞纳进她的体内还是有原因的 因为这一部分传承之力 更像是统一着所有石王尊传承之力的核心力量 轮廓也要比小花体内的五道力量本源大得多 我的天哪 这龙族的本源居然比之前小花姐体内的那几道本源 都要大这么多 这么大的本源之力 即便我们从这阵法当中能够将它取出来 也很难纳入小花姐的体内啊 就如同你想的那般吧 这龙族的本源由你自己的肉身亲自吞噬 其他的本源之力我来帮你承载 这样的话 不管日后发生怎样的状况 和你我二人之力 都可以完美地调动起所有的寿王之力传承本源 徐扬和小花对视了一眼 两人显然已经有了解决的方案 徐扬轻轻点了点头 便不做更多的犹豫 一步踏空而起 利用自己强大的力量抵运 生生来到了整个阵法力量的核心位置 将自己的一只右手手掌 压在中央那一道力量本源的上空 突然拾起着一枚龙族特有的寿王之力传承 尴尬的是 就在徐扬对着阵法核心动手的一刹那 远在两界封上方的龙族基地 龙王尊本尊也有了感应 而此刻 刚好就是青龙和玄武分身 这哥俩一唱一和 洗脑过程达到极限的状态 原本这哥俩的忽悠能力 几乎真的能将龙王尊给说动了 可是当他感受到两界封下 阵法力量有所异动之后 一下子便明白徐扬团队派出这两个家伙前来的真正目的 龙王尊之前还是一副和颜悦色的表情 真当这两个人是来谋求其他解决办法的 可现在的他眼神冰冷到了极点 身上散发出了无比冰冷的杀戮气息 直接从原来的位置站起身 喂喂龙老大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刚刚不是咱们聊得很好吗 玄武分身一边打着哆嗦 一边尝试着安抚眼前的龙王尊 然而他身边的龙族十大强者 早已经一拥而上 将青龙和玄武分身两个人 牢牢围在了中间 龙王尊掌心立刻凝结出了一道璀璨的龙之光球 在这光球当中很快便演映出了徐阳团队等人 在两届风下方阵法区域内一切的事情 很快